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袁醫生 現在2021年 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不知不覺新冠病毒的肺炎 其實次次續續已經超過了一年的時間 全球各地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近日在歐美地方又好像有另外一個大爆發 當時在去年初期的時候 最先說是由中國那邊發現出來 中國的政府第一時間就是用一個封鎖的方法 來到那方面就做了好像阻止疫情 而當時歐美其他很多國家都反對 但是直至現在近期 英國最近一次 昨天開始說 又要再來做一個封城 封鎖的 究竟這個新冠病毒對於我們全球 其實現在來說 封城是否一個最好的辦法 你在網上有很多資料看到 我們已經渡過2020年 大家都希望不要再想2020年 希望趕快迎戰2021 但新冠病毒的流感尾巴 好像還未斷 對大部分人來說 也不知道何時會斷 沒錯 而結果大部分人的處理方法 都是向封鎖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起碼早期採取這個方法 而表面是有效的 如果你想想想 隔著人的接觸 人與人之間不接觸 對一些傳染病的散播 理論上是有效的 但問題是我們這個地球人 是否可以這樣生活呢 可以完全停頓所有活動 因為這樣的封鎖 製造出來的問題 不單是經濟上 其他很多方面的負帶傷害 其實是遠遠嚴重過這個病毒 即是你說現在病毒 無意是死了多些人 但不是死了很多很多的 你看一下香港 一百三十多人 很多國家 新加坡都是兩位數字 所以很多國家的死亡人數 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我們也是覺得 最有效的方法 因為走回用封鎖 因為中國成功地 表面上成功地 是做得到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從來沒有人好好地計算一下 你用這個封鎖 是否令到整體的死亡人數 會真正減少 而且你付出的代價是多少 在網上有很多很多這些資料 但很可惜 主流全部一般都不會提 但幸好現在互聯網 大部份人都是依賴互聯網的 不同的訊息 當然有些人說 那些資料是否可靠 是不是很多假消息 流料 或者是很多陰謀論 其實不要緊 主流傳媒都是這樣 戴一個有色眼鏡 來把那些資訊 過雷過才讓你看 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每個人 用自己的腦袋 自己的智慧 去看多方面的資料 作出正確的判斷 因為很多這些資料 網上資料 不是普通人說的 很多是很資深的科學家 本身是免疫學的教授 或者史丹福大學 那些傳統不是普通人 是很多是前線的醫生 前線的護士 來講出真相給大家聽 所以大家應該在多方面 接收更多的資料 再用自己的判斷來過濾 認為哪些是可信的 其中一個資料 亦在網上我們都看到 相信大家有部分 很多人都看到 就是這個封鎖 封鎖的問題 根據這位講者說 其實根本這些封鎖 是有錢人的護意 對有錢人來說 沒有所謂 他們根本都不是說 已經是 他們不是說 要餐飯餐食 要靠份工 來到過活日子 其實他們根本就是 有足夠的財富 是可以不用做事的 所以這些對人 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 這個封鎖 帶來的災害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其中他提到的資料 他說在現在全球 大概有1億5千萬人 處於一個極貧窮的狀態 1.5億人 新家人 處於一個極之貧窮的狀態 你知道貧窮會帶來很多很多問題 家暴、自殺、犯罪、餓死等 這些都是一個死亡的數字 好了 1億5千萬人 這次的封鎖 亦都影響人的健康 譬如怎樣呢 這是說美國 美國是一個這麼富庶的國家 表面上醫療這麼發達 今次又發達的國家 是說美國的數據 他說在過去五十、九十日 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 抗抑鬱藥的數量 增加了六倍 哇 再看到抑鬱的問題 很多人被困刀都抑鬱了 是 增加了六倍 現在差不多 美國大約有40%的美國成年人 是有精神情緒的毛病 很高 很多人害怕 差不多兩個有一個 有情緒精神上的毛病 比上一年增加了六個百分比 其實這個問題可能也很普遍 是 在美國這些國家很多 很多人有情緒精神毛病 但都增加了六個百分比 還有一個數據 就是美國的軍人 這裏是很可靠的 在那個所謂流感的期間 還有呢 他說 有百分之四十一個美國成年人 就是會延遲了他需要的緊急醫療的照顧 即是他們說 有時他們不敢去醫院 是 因為他認為醫院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他進去醫院之後 可能會受到感染 所以很多人 很多百分之四十一的美國成年人 是不去看醫生 平時看開的都停止了 即是長期病患那些都已經是停止不去做那個覆診 是的 我亦都知道 我亦都認識了一位在香港的一個總流科的專家醫生 他都告訴你 他說 差不多半個月來 病人是完全停止了 也是這個原因的 但當然 他最近沒辦法 那些人不能再等了 等了半月都是這樣 那些人就多了 亦都看到很多診所都說 病人是少了的 平時看開的病人是少了的 就像慢性病的病人 好了 最嚴重的是那些細企業 其中他說的資料 他說 在美國 記住在美國這個地方 他說60%那些 在手機上有目錄的餐廳 他說他是不會再開的 即是會關門的 哈哈 這個數字 是60% 在手機上 然後又有 一向做開都很出名 很有成績的餐廳 因為這樣的封鎖 都要令到關門 沒錯 60% 其實通常最大的打擊就是什麼呢 是那些中小型的企業 請了大概五個到十個 你知道 其實一個社會 大部分的企業 都應該是中小型的 現在最受害的就是這件事 OK 好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用這條方法呢 用這個封鎖 因為他以為這個可以阻止他的傳播 是不是 那 但是我們 但是事實上是不是真的呢 那最大的問題呢 似乎在中國那方面 這套這樣的封鎖 似乎好像是阻止那個傳播 為什麼又看到情形 就是中國那邊真的可以去到清零 就算是有些零星的受感染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外來傳入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一方面呢 在表面上我們有一種感覺 其實是一種錯覺 其實我們人類歷史上 是從來沒有能力阻擋這些感染的傳播 是沒有可能的 是 你只能夠短暫地拖慢它 但是 或者我們叫做 是將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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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弧線呢 就是減少些 但是你是拖長它 不是現在出現 是遲些都一樣會 會 會 所以 所以你也看到 其實是不會成功的 好了 那為什麼中國會有 似乎表面成功呢 其實有一件事情 中國也沒有很公開告訴大家 真真正正 中國為什麼成功呢 中國早期你也看到的 那個死亡數字很快很高的 是 是 突然幾千人死亡 是 但是跟著呢 就慢慢停止 其實關鍵在哪裡呢 大概在2月的時候呢 北京已經下令 處理這個病毒呢 這個感冒呢 是要用中藥 嗯 OK 於是呢 有很多 很多團的中醫呢 國醫那些 級人馬呢 就去研究 去用些什麼中藥方 所以你看看坊間 就有很多這些資料出現 是的 而當時呢 因為改了那個醫療的手法呢 是 令到那個死亡率是大大減低的 嗯 這是真正的原因來的 嗯 還有呢 坊間的人呢 都會有這些資料 所以很多這些的中成藥呢 在坊間流傳出去呢 很多人呢 就平時呢 作為一個預防的 OK 所以我告訴你呢 真真正正的那個 那個 當時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可以控制到呢 其實是當它轉中藥的時候 嗯 那麼我在二月份呢 我也都寫了一個 一個建議書 給人大啊 和政協啦 那時候呢 大概都是二月頭的時候 這個資料 我都和大家 在我自己的網上都分享過的了 那麼 所以那個關鍵呢 其實不是真的封鎖 關鍵呢 是轉了做中藥的治療的 嗯 那麼現在他又說回美國啦 他說現在美國的那個經濟情況很差啦 他說差不多呢 有百分之五十二的 就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呢 就是和父母一起住 嗯 那麼 上年呢 比較上年是三十七個巴仙 現在是五十四個巴仙 那麼這個當然呢 最主要原因是一個經濟原因 是 OK 現在很多那些年輕人呢 嗯 就是畢業之後 畢業之後呢 畢業之後呢 就一身債的 他平均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債呢 差不多是三萬一千塊美金一個人的 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的 就是你一畢業之後呢 就差不多 所以現在香港很多情況都是這樣的 很多香港的大學生呢 畢業之後呢 都想辦法是申請破產的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呢 是全世界性的 嗯 那麼 我們呢 通常呢都是跟他說 就是趕勵一點做事啦 那慢慢的呢 這個就可以搞得定了 趕勵一點做事 但是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都關閉了 是啊 現在封鎖了 又要隔離的時候 根本完全都沒有東西可以做 任何 就是 也都看到剛剛 也都在說美國的數據裡面呢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那些餐廳 都要關門了 那你可想而知 有多少人呢 就是 就是做開工作的 都已經會沒有了那個工作的崗位 何況那些新畢業的年輕人 那些東西這樣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你叫人勤力一點呢 是不可行的 是啊 就是他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去勤力了 就是因為他那個 疫情的封鎖的原因之下 那麼 那這一節時間呢 我們也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 我們今天自然療法愈來 這個題目呢 就是正確對待新冠的策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呢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呢 在我們的健康店呢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呢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正確對待新冠的策略 現在上一節我們提及到 對待新冠的策略 中國第一手的用法就是封鎖 全球現在一直都在用這個方法 上一節你也解釋過 其實就不是很成效的 中國的成效是因為它有用中學 接著之後呢 全球都是寄望於發展疫苗的問題來 現在也都很快出現 很多國家 德國、中國很多地方 甚至乎我們香港都說 有人已經可以製造到 有效的疫苗出來了 那就要去打疫苗 希望疫苗一一下降的時候 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但最近在報紙上也都看過 訪問過 香港差不多有40%的年輕人 他們說他們不會打的 對於疫苗的預防新冠 他們不會打的 現在美國那方面也有個調查 有時候超過60% 百分之60%的人 就是說他們都會先等下 或者甚至乎不打 不會說好像每個人一面倒 說每個人等等 疫苗 即是馬上就已經可以 撲到去打 撲到去打之後 又想著對於這個新冠的病毒 就已經可以全球解決了 那些什麼 也都在網上有資料 看到官方發出來的 就說這些疫苗 其實還有對於有很多人 都不能夠打的 例如是有些什麼呢 第一 就是有禁忌的 是的 我相信這個資料都準確的 是一個疫苗公司本身 放出來的資料 即是有禁忌的 其實有很多人 你看回他的禁忌 你知道很多人都不能打 是的 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 第一種的就是 有惡性腫瘤病史的人 就不能打的 就是癌症那些 第二就是有基礎病 就是病歷史的 好像說高血壓 或者是糖尿病 而是用藥物控制 但又控制得不太好 也都不能打的 第三類就是精神病患者 包括是抑鬱症 有抑鬱症的 剛才聽過 美國差不多兩個有一個 會有抑鬱症的問題 就是又不能打的 那第四種呢 有家族遺傳性的 好像是白化病 也不能打的 第五種呢 心腦血管疾病 不穩定期的時候 也不能打的 第六 有心臟手術的 好像說 譬如做了搭桥 或者是那個心膜反致患 或者是做了那些通波仔 那些人士 也不能打的 第七 大手術服完之後 在康復期 你剛剛做完手術 康復期之內 也不能打的 第八 近這三個月 用過血液製品 或者是免疫抑壓劑的 如剛才所說的 你做手術 可能有輸血 那些人 也是不能打的 第六 復用優甲樂的藥物 也是不能打的 第十 就是 當懷孕期的婦女 就是懷孕的三至六個月的時候 或者是餵母乳的女士 也是不能打的 第十一 長期復用免疫抑壓劑的 就是不能打的 這些都是嚴重病 或者癌症病 第十二 有中度或者是重度 貧血的病人 也是不能打的 第十三 三個月之內 復用抗病毒藥物 抗過敏藥 抗生素的 必須要停止 讓症狀消失了 一至兩個星期後 才可以去打的 第十四 有穴肝 或者是有 幽门螺旋菌病抗病毒的期間 亦都不能打的 第十五 就是 高血壓的控制的穩定 即是你要去回 如果有血壓高 或者是一些時候 你要去回一個穩定期 比如說 140 90 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以下的情況之下 你才可以打的 第十六 就是 流感的禁境 本身的疫苗 即有些敏感 都不能打的 第十七 在接種流感疫苗 至少要隔離十四天 之後 才可以 打新冠病毒疫苗 即是有些人 可能剛剛 喜歡流感季節 但又打了流感針之後 也要隔離兩個星期才好 目前最重要是18至59歲的人士才適合打針 老年人其實是不可以打的 是不應該打的 似乎現在聽到 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 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死亡率最高的都是老人家 反而老人家是不懂得打的 你看看,真的有很多很多局限 這些局限基本上是身體不好 免疫能力有問題是不好打的 在十幾十年前 我在香港早期都說很多關於疫苗的問題 其中有一本書叫做 Every Second Child 這本書是很有名的 一個澳洲的醫生 是西醫來的 他寫了這本書 這個醫生聚述 他當然跟政府打工做醫生的時候 他的工作就要去為那些 那些澳洲的土著的小孩 是打小孩的疫苗的 打小孩的疫苗 他發現在那群組裡 接受這些疫苗的小孩 兩個死一個 兩個死一個 很嚴重 所以當時他發現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這些小孩 打了一般的童年小孩的疫苗 會有這麼大的傷亡率 他發現原來 當這些小孩的營養狀態 身體的免疫能力是弱 因為營養很差的時候 有這些危險 他要怎麼完成這個任務 結果怎麼做呢 他就給這些小朋友 這些肚子育童 營養不良的孩子 先給他吃維他命C 給他一個中高量的維他命C 吃完之後 再幫他打這個疫苗 結果就處理了高死亡的問題 其實這個資料 其實我們已經老早都聽到,當然主流傳媒不會說這些給你聽,很可惜 但其實這些在坊間、互聯網上,很多民間的資料都有很多這些分享 所以你怎會解釋,為何這麼多年輕人會告訴你,我要先考慮一下,我不會先打 在美國,既然有60%的人都說,我要先看一看 其實這些資料很多人都知道,不論主流傳媒怎樣跟你說,安全等等 其實在坊間的互聯網上的資料,很多都說出疫苗的問題 其中也有一個,大家應該都聽過了 現在的疫苗有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做法 在西方國家做的,是一種缺氧核酸的做法 就不是一個傳統的做疫苗的方法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歷史上從來沒試過 有危險是會破壞我們基因的 這些港人的人不是普通人,不是普通的陰謀論的人 是一些真真正正在這方面有科學的基礎 有科學的基礎的人 將你看到,這些資料很多人都接收過 而相應來說,反而中國的疫苗是傳統的做法 是整個的傳統做法 而西方所基因公司做的,是將病毒裏面的某種基因來製製的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的做法 所以很多人說可能會很危險的 所以可以解釋,為何這麼多人都不會擁抱疫苗 每個人都會說疫苗來,就會搞定了 但也聽到資料,網上也有說 就算打了疫苗,也不是等於你可以不戴口罩 也不是等於你不需要做社交隔離的 也有網上也有看到,有些護士 那頭打了,那頭就立即有病毒 所以有些人就這樣說 既然是這樣,你打疫苗是為甚麼呢 是完全於事無補的 仍然一樣要隔離,仍然一樣這樣 所以看到,其實很多很多人 都是對疫苗,都是沒甚麼信心的 在歷史上大概1977元 當時美國也有些流感 因為流感經常都來來去去的 每次有大量的流感出現,個人都會害怕的 為甚麼呢?1918、19年 那個世界性的株流感,陰影很嚴重 很怕會重複來的 因為當時死的人差不多五千萬人 中招人,三分之一的人中招人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流感 所以大家經常都很怕這種流感 會重新再捲土重來 所以到1977年的時候 又是這樣的流感出現 大家又怕了 政府就要推動,快出去打針打流感針 好了,但問題是 政府推推,建議了打流感針 但發現很多藥廠是沒有做這些疫苗的 那為甚麼沒有做呢? 那藥廠說我們不會做的 因為我們如果有人是因為打疫苗 受了傷,就會控告我們的 所以我們負擔不起這個法律的訴訟 所以我們不會做的 糟了,美國政府就處於一個很尷尬 是嗎? 叫人打,但沒有疫苗 結果怎麼算呢? 政府就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包底 即是你不用負責 對疫苗受傷的病人 接受者受了受傷 有甚麼賠償呢?政府包底 當時藥廠說OK啦 既然你包底,我就去做 那些疫苗出現了 福達總統就上電視 一式一日做示範 我第一個打 果然很多人開始打 但沒多久發現副作用 包括很多人打後死亡 出現了一種病狀叫做 Garry Berry Syndrome 通常死亡率是很高的 當然那些人被告過政府 政府就賠了 賠了很多錢之後 政府就立即停止疫苗注射 同時流感都沒有 自己走了 過去歷史上 這些疫苗的方法去處理 其實已經出現了很多次 但最重要呢 我還要跟大家 真的要講清楚 因為一般人 經常有一種 官方經常有一種說法 你打多了 打之後你種植的機會會少一些 而且如果你真的病到 你的病情會輕一些 但其實所有過去的經驗 都是相反的 發現你打了一針的人 你是更加容易感染的 我看了一本書 是Dr. Robert Mandelson 那本書 他寫了四本書 這是一個美國的 一個很權威的西醫教授 他說他有一次 他就去探訪一個朋友 發現很多老人家就不在 他去了哪裡呢 他說全部在樓上休息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打了疫苗針之後 每個人都病到 那 Robert Mandelson 呢 這位醫學教授 他說如果是這樣 我寧願 我寧願 take my chance you know with the blue 是不是 打了之後就立刻病了 那我寧願 加強自己 碰一下彩 你未必會有感冒 但是你打了針之後 就會立刻病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疫苗背後的歷史是很差的 也從來未試過任何的疫情 因為打疫苗是令疫情消失 在歷史上從來未試過的 OK 但是我們不斷都是 重複重複是走這條路的 走這條路是 從來是沒有 好啦 如果今次 今次 即是我們 即是 拭目以待了 如果真的來了之後 會怎樣呢 其實你已經看到了 好多的禁忌 疫苗的 很多人不斷 這些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根本現在的萬聖病人 多到死 如果用這些禁忌 我覺得很大人 根本是不適合打的 但最重要 高危的那些老人家 是不適合打的 他們怎樣說呢 很重要 打一些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不會傳給老人家 雖然我已經知道了 現在這次的病毒 影響的人 即死亡率高 那些是老人家 真是老人家 不是那些年輕的 但是 這些措施 也不能夠用在老人家身上 所以真是一個 一個是很拗頭的 怎樣處理呢 面對這些情況 我們政府能夠做到什麼呢 是 好 也都看過了 大家可以期待疫苗的 其實也有很多 禁忌不能用 應該要去處理高危一族 或者保護高危一族的 又不能用 反而相對可以接受疫苗的 又有40% 60%的人 就不會想去打 所以 究竟疫苗 是不是真的 都可以做到解決這個方法呢 這一節時間 我們也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繼續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題目就是 正確對待新冠的策略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原網題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正確對待新冠的策略 袁先生在上兩節我們分析過 封城或者期待疫苗 其實這兩個都不是很正確 很適合處理流感的政策 網上也看到很多在外國民間的人士的反應 尤其是在歐美那些國家 覺得根本沒有新冠病毒在這裡 我們不需要戴口罩 你這樣封鎖我們 防止了我們的人生自由 甚至乎上街示威 有些店舖說一定要戴口罩才進去 有些人就不遵守這個方法 不停地衝進去 造成很多的混亂 其實這些人是不是真的 為了自己的自由 就是這麼不理性地去破壞一切 大家看到有些商場 說你沒有打口罩不准進去 有些人就跟他們衝突 是不是那些人是真的為了個人的自由 是不理大眾的健康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接收到這些 所以對病毒的真相 很多人都因為很多科學家 背後不是碰到別人的 他都覺得這次這樣的新冠病毒 是只不過一般性的流感 不過比一般性的傳染力高一點 還有死亡率稍微高一點 但是也不是高到很危險的 真真正正的 如果你用死亡的數字來看 其實他的中度感染死亡率是0.25% 不是那麼高的 一千人對面是大概2.5人 是0.25% 一般的流感都是0.1、0.5 至0.1 一般都是差不多 所以在網上很多人就說 我們是不應該用這樣的方法 來封關、封鎖 令到整個經濟停進了 令到很多人進入破產、貧窮的狀態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 在德國有一位律師 他這個律師不是普通律師 他曾經打贏了一個很大的官司 是訴訟德國的德國銀行 那些舞弊那些貪污的問題 是他打贏了 德國銀行是德國最低護方銀行的 這個律師樓是打贏過這些官司 亦都是Volkswagen曾經 他有一個汽車零件是有問題的 是他揭露出來的 這個律師他現在發起全球的訴訟 很多人因為這個新冠的封鎖 令到他破產 這個經濟的損失是要他們賠出來 要有關的當局賠出來 其實他講的是什麼呢 第一他有幾點的 第一點就是這次的COVID-19 只不過是一個一般性的季後性的病毒 不是他講到殺傷力這麼大的 他當然早期有些科學家 包括在英國牛津 好像也有些科學家 他就說他預測會死很多很多人 但是結果是完全沒有對應的 死的人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高的 還有很多時候 大部分98.5%的死亡的人 都是本身有病的 甚至乎他的平均死亡的時間 反而是比他過去還要遲 譬如在英國有一個人找到這個數據 過去英國來講 過去十年裏面 一般的平均死亡的年齡是八十一歲的 反而在今年上二年齡年齡 死亡的年齡是八十二歲的 八十二歲 亦有一位在意大利的人 他說我是住在那些小父子的 如果你聽傳媒主流傳媒所講 你以為意大利的人在街上突然間捉死 好像這樣的情景 他根本完全都不是 他說我住在一個父子裏面 可以說 今年的老人家的死亡的數字 比往今更少 他根本是一個普通的臨感 你誇大了 你這個政府就是信了某些人 某些人說 就將它成為一個很危險的感冒 其實根本不是一回事 他說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有這些所謂中招 其實問題就是你用這個測試的方法有問題 你用這個疫苗PCR的測試 他說這個測試從來不是作一種診斷的測試 如果這個疫苗PCR的檢測 說你是陽性 你就等於有病了 就是你就中招了 其實他說這個測試是錯誤地應用在這裡 從來不是一個診斷的作用 這個測試只不過說 你的身體你的口水 你的樣本那裡是有些新冠病毒的碎片 不是真的有整個病毒 是有些碎片的 而很多人本身都有接觸過新冠病毒 我身體過患都有的 三分之一的傷風感冒都是新冠病毒的 就是說很多時候 這些測試就會將這些人都測為一個陽性 而那個人根本是沒有感染的 那他怎樣說呢 他唯一這樣說 他說這些人是隱性的 是帶菌者來的 很危險的 所以還更加危險 所以他說 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利用了一種錯誤的測試方法 來做這些診斷 令到以為感染人數就很多 他說真真正正的 你要數的是什麼呢 數那些死亡的人數 以及死亡的真正的成因 那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很多地方過去要證實死亡的原因 通常要做解剖的 但是現在很多政府 很多醫院 直接不准你做 結果很多根本跟新冠無關的東西 無關的病都當他是新冠死的 其中有一個最近看到的 有一個美國的護士 他本來在馬來莎尼拉做的 他就自願去到紐約 一個很著名的醫院 好像Fashion Hospital 他就在裡面觀察 他發現 根本他們的病人 根本很多是沒有事的病人 都扔了下去 當他是新冠禁醫 本來沒有事的時候 被他醫治了很多人 這是一個前線的護士 親身在醫院那裡說出來的 這是一個資料 好了 還有你看到 在網上 有一班叫做前線的醫生 Frontline Doctor 很多是很資深的 你看看他的背景 全部都是名校畢業 做了幾十人的醫生 他說我們有很多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治療得好的 包括Hydroxychloroquil 有一個診所 我用這個方法 差不多個個都醫好了 為什麼你 你還說到這個病那麼危險 根本你好好去治療 用正確的普通激光膝藥的方法 是都有辦法治療得好的 只不過 這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病 所以你看到 很多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在坊間呈現出來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很多人 就會反對戴口罩 因為事實上 從來沒有人證實過 戴口罩是有效的 從來沒有科學證實的 而在科學的資料 就算你是接觸到 即是經常這樣說的 你噴到手 手接觸到門口 門口是接觸什麼的 就好像 但從來沒有科學證實過 你可以將這些門口 接觸過這些病毒的地方 將它感染一個人 成功另一個人感染的 從來沒有成功過的 所以其中還有一個 應該是在芬蘭北歐 有一個女士 就去問一個政府 就是挑戰一個政府 你可不可以給 這個新冠19個病毒的 樣本給我們看看 有沒有這個樣本 答案是沒有的 根本從來沒有人 將一個新冠病毒 那個圓圓整整 是可以提電出來的 是說得出 這個就是致病的人數 那個人說 既然你根本 你根本沒有這樣的 提電出來的這個病毒 你怎麼能夠說 這種病毒是致病呢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在網上 有很多很多很多資料 是令到一些人 是相信 其實這個是只不過 一般性的流感 是不應該用 這些那麼強硬的手法 去對付它 OK 那些人不是說 沒有理由的 是不是 因為不戴口罩 因為過去11個研究 都從來沒有證實 口罩有什麼用 口罩什麼情況之外 要戴呢 病人本身要戴 是 你覺得自己是可能有病的 所以過去傳統都是這樣用的 不是比普通人那麼戴 而普通人無緣無故戴口罩呢 其實是有 健康上呢 其實是有破壞健康的問題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 所以 這個德國的那班律師 就發起全球的訴訟 叫做Cast Action Suit 全部受經濟受害的人 加入團體 他就要有關當局 是要賠償出來的 這個真的很有趣 將來會發展到什麼地步呢 我們真是拭目以待 OK 那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 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 不知如何收山後 是不是 那 但是呢 有一件事 大家呢 是我們在 在 又收到這些 很好的資料 其實呢 我可以說呢 新冠19 是已經接近尾期的了 這個是說那個 用那個Fast Law的分析 真正的死亡的數據 是得出來的結論 那其實呢 它已經到了 接近尾期的了 是 它說呢 它說很多時候的數據呢 因為在地域的關係 譬如你在那個Lactitude 是緯度 35以北那些 其實呢 這個疫情的死亡 會早些出現的 那個Pit會早些出現的 而到那個 在溫暖一些的地方 就會遲些少的 OK 所以很多時候說 一波兩波 其實是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呢 其實是一個波過了就OK 是 就是說 死亡數據 不是說什麼感應 因為感應是不準確的 你用這個PCR測試 根本是不準確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意思的數據來的 那你要真正的死亡率來看 那根據Fast Law Fast Law是一個英國的 一個是全英學的一個教授 一百多年前已經說了 那根據他的分析 所以用真正的死亡的數據來看 其實呢 我們已經接近尾期了 那就是說呢 你做什麼都好 他都會快點離開 不用搞那麼多事了 那 我從頭到尾 在2月份呢 我已經寫了一個建議書給中國了 其實呢 整個問題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擋感冒的 是 從來沒有辦法擋傷風感冒的 是 即是 簡單地擋 那你說 你強行個人都在家裡不准動 那是可以的 那現在你看到 現在這些兒科醫生沒有殺生意 因為以前的小朋友發學 都有些傷風會出現的 那去看看醫生 那現在不用了 在家裡 那真的擋了 那但是這個背後的代價是怎樣 是不是 這個背後的代價 那你其他那些 所謂叫做負帶的傷害是很嚴重的 是 那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有效的方法去治療 是嗎 你說是 你說死亡的數據是多 那我經常講強調 它多的原因是因為你用的方法是錯誤的 你用一些無效的方法 那現在你看到 那現在 西子都承認說是無效的 是吧 那所以有時候我跟這些人分析 其實整個問題就是因為西醫的無能 不懂治療 所以我就唯有就要 鑽在家裡不要外出 那來幫他對付這個病毒 那麼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很荒謬的 是一個 那麼用其他有效的方法 那麼有效的方法有沒有呢 當然有啦 是吧 在沙斯期間 鄧鐵圖教授 國醫已經用了 由730宗的 用中藥醫 全部用中藥醫 零感染 零死亡 零轉介 零後遺症 是吧 這個方法 所以到2月份呢 中國政府就開始下令 用中藥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很簡單的 是吧 工藝的人 這次很有趣的 三文仔的死亡差不多接近零 OK 到你年紀真的很大的時候 就會比較高的 所以你保護的人 要隔離的人 是那幫年紀大的人 不是小朋友不准上學 年輕人不准上大學 簡直是瘋狂的 完全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你經常說這些人沒有科學的 其實你真的完全沒有科學的 那些講這些的人 是不是普通人 人全部都是 流行病學家 免疫學家 全部教授級 諾貝爾級的人 所以這個 德國這個教授 當然他能夠發起這些 這樣的訴訟 背後當然很多科學家 會支撐他 會講出真相給大家知道 OK 所以呢 其實最簡單 你要保護是一個高危的人 那些方面特別隔離 多些 保護他們 但是最重要 講來講去 自身免疫 是吧 如果你身體免疫能力強的 你接觸到又怎樣 是吧 每次有病毒來 大部分人都沒事的 是吧 所以其實很多人 本身已經有免疫的能力 所以他就說 很多國家 是用群體免疫 這樣 有些人說 封鎖和不封鎖 已經做過很多 比較了 譬如在歐洲 歐洲他試過 大家知道 瑞典是採取 不封鎖的 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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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平時那樣 是小小的 個人衛生 是完全不封鎖的 而其他 英國 法國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國 是採取封鎖的 你看回死亡 不要說感染率 死亡率 其實是差不多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而且在美國 有些州 有些省 有些區域 都有不同的封鎖 他做過的大量的數字研究 小地方的 幾個人的 沒辦法分析 在大的人口多的地方 都發現 不同程度的封鎖 或者不封鎖 跟疫情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最當然是說 死亡 真正的死亡人數 不是測試說你是感染的 其實測試根本本身 不應該這樣用 是錯誤地這樣用 好了 你說 這些方法 有很多有效的工具 我經常怕 聽說1918年 1919年 那個世界性的流感 死了5000萬人 但從來沒有人 說回這個真相 在1921年 幾年之後 有一位同療化醫生 在當時的醫院 找回醫院的數字 其實在美國 當然有很多同療化醫院 有普通醫院 西醫的醫院 也有同療化醫院 這位醫生 又找到 24000宗 在普通的西醫醫院 治療的 流感的病人 死亡率是28.2% 而相比 他在幾間同療化醫院 發掘的26000宗 個案裡面 死亡率是1.05% 所以在當時的疫情 在這麼嚴重的疫情之下 在混亂的戰場裡面 已經看到同療化醫院的疗效 是好過西醫的28倍 是 在當時這麼嚴重的流感之下 死亡率是1.05% 而今時今日 即是濕濕碎 我相信 試過晨天之後 大家會看看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一些國家 例如印度 巴基斯坦 墨西哥 其實他們 同療化都比較普遍 中國是中醫很普及的 我相信 將來 我們這些數字會慢慢呈現 你會發現 如果用自然醫療的方法去處理 用同療化醫療的處理 死亡率是應該接近零的 所以 其實真正的方法 是保護一些 高危的老人家 其他人 吃多些營養素 做多些運動 曬多些太陽 增加維他命D3 如果不然就吃 吃一粒維他命C 洋蔥素 這些很簡單的 其實很多很多的 現在已經無數這些 你看到很多的廣告 已經講出來的 靈芝又可以 其實真的很多 很多都可以 你還要將你的免疫能力加強之後 你就 百毒不侵 為什麼不用這種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中招 不小心中招 就用有效的同療化 有效的中藥的方法來醫治 你不要亂用無效的西藥 已經說明了 是沒有西藥醫病毒的 為什麼香港的西藥醫病毒 相對比較低 其實香港原來 在醫院裡面 病人可以選擇 他都給你問 你想不想用西藥的方法 如果病人問他用什麼方法來的 他說這些方法跟以前 SARS差不多那些工具 病人一聽就當然說不肯 結果如果你避免用這些危險的方法 其實你是很容易處理了這些問題 我亦都有一個朋友 他有個弟弟在加拿大 他亦都說被人確診 有病 病徵怎樣都不知道 但是在加拿大很有趣的 他就不是叫你趕進醫院的 就是叫你在家休息算的 這是很正確的 因為沒有藥醫的 那你去做什麼 所以很多地方 都是叫你在家休息 看看觀察一下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就說叫你去咬我 叫你去死 其實是不明白的 因為你去醫院更危險的 很多人覺得因為你不去醫院 接著我就病情衰了 很多人之後 在家裡 他不是關心你休息 他走自己吃西藥 是 吃一些退消藥 吃一些止痛藥 我看過網上 有些分析 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 五天之後就死了 他說他有一個日志 說他沒有要做什麼 他其中就自己吃一些西藥 自己吃一些退消藥 自己吃一些止痛藥 肌肉冤痛那些感冒 我覺得有問題的人 全部都是因為吃了這些錯誤的工具 OK 將來我們會看到 2019年的一百年那個教訓 我們還沒有學到的 是吧 雖然當時很混亂 大家都沒有辦法將這個數據 整理出來 到1921年才出現這個數據 但今時今日都沒有人敢說 為什麼不用一些有效的醫療工具 例如同學療法 中藥 問題就是你治好他就不用怕 還有一件事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 你知道現在今時今日 每年有多少人死在肺爐 肺爐不是已經可以控制到的嗎 大家知道肺爐是一個呼吸傳染病 肺爐已經有疫苗 打了針 乳房針也有 你知道每年有120萬人死在肺爐 嘩 還有那麼多人死在肺爐 120萬人死在肺爐 如果用回我們現在的常理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隔離 要封鎖 這個更加是空氣傳染 口無傳染 口無傳染 其實有沒有用 所以現在我們希望 期待 當人類經過這些災難的時候 我們會醒覺起來 但很可惜 今時今日都不覺得有這些信息出現 始終都是有一個既得利益 是的 既然利益的勢力太強 始終不能夠把一個很簡單的答案說出來 搞到我們全球人要陪葬 我們希望快些新冠病毒就可以受到控制 剛才袁醫生跟我們分析過 好像是用有效的中藥 或者是在我們各方面有個有效的同類療法 之前我們袁醫生也很無私地將很多的同類療劑 在我們之前的很多網上的一些輯片中有說過 不同的病徵、不同的程度 所有這些抗疫的愛心包 其實在我們的六創意健康店 都已經齊全在這裡 當然都是一樣 永遠都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在自己做好自己的保護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就真的不需要擔心 這些一般性的流感 這些病毒的侵襲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方面 我相信全球的經濟活動 應該就可以很快 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今天袁醫生多謝你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什麼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跟袁醫生作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了解抗疫愛心包的資料 可以打電話去我們的六創意健康店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